在过去的一年里,中方和美国方面的关系,一直是不太好,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僵实的阶段,也正是因为这样,双方都围绕着自己的利益做出了一系列的决策,当然,美国之前出台的贸易制裁中方,这也让我们国家的很多企业,觉得对于美国此举是无理许闹,尤其是制裁我们很多的大的跨国公司。 不顾特朗普此举,其实也不算是最凝质的做法,因为相对比而言,美国的损失比我们的更加惨重,不过就在最近,中方也是将美国的制裁还了回去,这些都是美国屡次制裁我们导致的结果。 在随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增强之后,我们完全有能力与美国抗衡,这是毫无疑问的,也就在最近我们中国也用出了制裁手段来制裁美国。 估计中国出这样一招,这是美国想不到的,不过中国这一招,却也博得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好评。 美国制对伊朗也是早就有了图谋,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已经做了很多次了,这一次,美国又再一次的制约伊朗,尤其是制约伊朗的石油出口,毕竟像伊朗那样的国家经济,完全都是靠石油在做支撑。 若是美国支援了伊朗的石油,那么伊朗的经济,就会没办法继续增长,所以美国这一招非常的用心险恶,毕竟美国在世界上的号召能力还是有一切的,所以美国这一招一出,很多国家都拒绝得伊朗的石油进口和伊朗,基本上是断绝了关系。 不过,中方确实一点都不害怕,我们中国也还是继续跟伊朗进口石油。 毕竟我们中方也是有自己独立立场的,并不会因为美国的极具危言恐吓就吓到退缩,相反我们这几天倒是出了一个新的政策,那就是禁止进口美国的天然气。 美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出口大国,但是它的天然气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,它也靠出口天然气,来维持国家的经济。 不过自从去年中国和俄罗斯,签署了一个大的天然气订单之后,就不再进口美国的天然气了。 这让美国方面也是苦不堪言,毕竟中国也曾经是它的最大客户,其实这样看来,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导致的,美国一向对自己的国际地位是十分的有信心的。 不过我们中国此次的做法,却让世界很多国家对此非常的赞同,不能让美国永远的为所欲为。 众所周知,美国之所以称霸全球,完全依赖于美元一家独大全世界开游。 尤其是用美元绑定石油,全世界都要用美元来结算,一个国家想要得到发展,没有石油根本是不行的,而购买石油美元是唯一的通用货币,没有美元就买不了石油。 而石油又作为当今最重要的战略资源,并且随着美国自己沿油革命之后,石油产量不断飙升。 目前已经达到1100万捅日,超过俄罗斯和沙特,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。 可见美国在石油领域的负量有多重。 在今年美国悍然先写毛衣战的同时,也开打了能源战,历生表示,将全面制裁伊朗,鉴置任何国家从伊朗购买石油。 其目的就是为了垄断世界资源市场,将美国石油推向全世界,以此来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。 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,在各个领域都有着非常大的实力,并且美国也是一个非常霸道的国家,经常对一些国家进行过经济制裁。 让这些实力弱小的国家经济实力大打折扣,甚至是有些国家的经济直接出现崩溃,导致国内的经济非常的落后。 尤其最近,美国加大力度的制裁,让伊朗石油备受打击,不管石油还是经济,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,但是在关键时刻,中俄对一方鼎立相助,所以,伊朗经济才没有崩盘。 不过还有一个石油大国,就没有伊朗那么幸运了,这个国家便是委内瑞拉。 委内瑞拉也是一个石油大国,由于与美国向来立场不同,不甘落入美国湖口。 因此,委内瑞拉近几年也得一直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,现在的委内瑞拉国内经济几乎要崩溃了,只能靠外债维持生计,对委内瑞拉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 其中,委内瑞拉多次向全世界发起求助,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帮忙,因为很多国家都顾忌美国的霸权主义,怕受到雷雷。 其实,敢跟美国对抗的也就那几个国家,我国就是其中之一。于是,委内瑞拉走投无路,就找下了中国。天下苦美国久矣。 总要有人站出来。中国曾多次向委内瑞拉提供巨额贷款,缓解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压力。 但即便是这样,对于委内瑞拉来说,也不是长久之计,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国内问题。 因为委内瑞拉这个国家,虽然原有储量很大,但这国太过于贫穷,不具备开采石油技术以及设备。 所以,委内瑞拉总统,率先就有想到了我国,更是亲自跑到中国寻求合作。 他们希望中国的财政援助,能帮助他们更新石油生产设备,并传授一些开采石油相关技术,来增加石油产量。 委内瑞拉为了表示诚意称,如果得到中方援助,委内瑞拉的石油,可以用来偿还资金,并且中国拥有石油开采的优先权和无限供应。 此消息意出国人一片欢呼,称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 要知道石油是不再生能源,全世界都缺乏石油资源,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,石油也成了各个国家争先想夺的东西。 并且我国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,又是第二大经济体系,每年消耗的石油可想而知。 一旦这项协议顺利达成,那么,我国以后石油就不愁美得用了。 曾经那些国家放言对中国禁止出口石油,还想造成石油价格狂涨等等,现在有了这么庞大的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,任何人都无法再用资源来威胁我们了。 所以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,我国都是没有理由拒绝的。 当然对于委内瑞拉来说,跟我国合作也是最好的选择,毕竟中国的国际名声在那摆着呢,并且随着我国的一带一路,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,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和作伙伴关系。 从经济到工业建筑,中国都在全力地帮助各个国家共同进步发展,可不像某些国家,眼里只有自己优先。 随着中国的出手,委内瑞拉国内的经济,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回转。 不过这件事情却让美国非常不满,还呼吁中方放弃对该国援助。 对此,所有人都笑了。美国真是痴人说梦,这项合作对于我国战略意义重大,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原则问题上,我们绝不会退让,没得商量。 近年来,我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,让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威胁,于是用各种方法试图遏制中方的发展,但是结局显然不尽如美国一。 时由如此,贸易战也是如此,中方一次又一次地用实际行动和结果,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强大。 中华的崛起已是必然,现在才刚刚开始,好戏还没开始了,战友们,让咱们拭目以待。 此前因市场担忧伊朗石油断供,油价一度走高,直至突破80美元,市场甚至还预测油价可能破百。 不过,近日,油价却突然下降,这让一些产油国慌了神,急忙商议减产计划。 而对于本来乐见其成的美国方面,低油价似乎也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好处,甚至有年类美元的嫌疑。 本周21月20日盘中,美国WTI原油跌幅最高达7%,布伦特原油则跌近8%,几乎抹去了年内的所有涨幅。 此次油价的昼跌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,比如美国给予多个国家和地区剥免,这些国家和地区能继续进口石油,这与原先的全面进油产生分歧。 俄罗斯方面不愿意减产石油,这意味着油市的供应,或许能满足需求。 此外,美国原油库存连续9个星期的增长,也是令油价下跌的主要因素。 总之,油价的下跌,是储产由国外的国家都喜恩乐见的事。 油价下跌会带动通胀率的下跌,对于像印度这样经常项目吃字的国家来说,低油价缓解了经济压力。 美国之前也一直都是低油价的拥本者,但现在摩根士丹利的一位策略师却认为,已经下跌的油价,将带动美元走软。 市场会出现这种担忧并不奇怪。 美元今年的表现十分不佳。 多国度大幅薅售美债,运回黄金,表现出对美元的极度不信任,在这种情形下,石油和美元的关系必将破裂,那么在未来的石油交易中, 哪一种货币将会替代美元呢? 中国原油期货进全球前三,美元石油便逐渐衰微。 美元无法被信赖,但石油却又是重要的大宗商品,由是需要除美元之外的货币进行交易, 这时,人民币石油的出事,适时的满足了市场的需求。 今年三月,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上市。 该原油期货辅一推出,就受到了市场的欢迎。 5月,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上市。 两个月,中国原油期货币长外面的散漏。 对,中国原油期货币长外面的突然过程公布是很瞬。 有点子bo切,您将建设在这种指数上广大宗补,